上集邀請了何醫師 今集邀請了何醫師 上集講了產後抑鬱症 食療 介紹了湯水 這次也放了花茶 除了湯水 還有食療可以幫助產後抑鬱症 除了煲湯以外 不同形式的花茶都可以梳乾解鬱 今次帶來兩款不同性味的花茶 跟大家分享 很簡單 可以用一個茉莉花 大概用5克左右 可以沖洗一下泡茶 大概泡10至15分鐘 就可以有味道 這本花茶比較偏涼 可以入肝經幫助梳乾解鬱作用 如果本身體質比較熱 晚上容易手心腳心熱 出汗的媽媽可以喝這款茶 有很香的花香味 喝的時候會令心情比較愉悅一些 另外在這邊會有性溫的玫瑰花 可以幫助調經回血疏乾解鬱 它的性味是溫的 比較適合一個體質偏寒的媽媽 喝的時候大概用5克左右 沖洗一下 浸泡10至15分鐘 直至它有顏色出了味道就可以了 經常飲用不同的花茶 都可以放鬆心情 梳乾解鬱的作用 幫助它們感覺輕鬆一點 是否都可以試一下 Sumara你試一下這個感覺 這個就是茉莉花的 都很清香的 是的 而且它也沒有糖分 如果媽媽有些在喝炒米茶 其實可以和炒米茶一起放進去 即是炒米茶之後 裡面再加一些玫瑰花或梅梨花 沒錯 因為大家都喝很多湯和茶 於是我沒那麼多時間喝玫瑰花 喝完這個又要再喝其他 份量都是用大概5克左右 就足夠了 你又會喜歡哪一款味道呢 如果這樣喝的話 我比較喜歡玫瑰花 可能那個香味 因為我這樣坐在這裡 其實我浸一會兒香味都已經很熟 喝的時候都會讓你放鬆情緒 沒錯 而且又很簡單 因為真的就這樣用熱水 沒有說多少度的水 那些不需要的 大概其實用85度以上 90度左右的水 其實剛才說可以和炒米茶一起 下去焗或是泡或是煲都可以的 很簡單 因為知道產後的媽媽要照顧一個初生的嬰兒 其實都很忙 你還要我額外做多些事 可能都會卻步 未必會再做了 所以一些簡單的花茶 其實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除了一些花茶 我也看到有一個公仔 不如醫師也介紹一下 究竟有什麼穴位都可以舒緩抑鬱的情緒 好啊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家都很簡單 可以容易做得到的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有時候可能心情比較煩躁 出現頭暈、頭痛等情況 我們可以按哪些穴位 很簡單 我們可以按壓兩眉之間穴位 就叫做印堂穴 我們可以按壓兩眉之間的印堂 這個穴位可以幫我們靈心安神 放鬆我們的情緒 我們可以用兩隻手指輕輕按壓 大概不需要太大力 按壓兩至三分鐘 有時候如果睡不著的媽媽 都可以在準備睡覺之前 可能有個情緒不容易睡得著 在這個時間勸喻大家 可能放下所有令你煩憂的事 按壓感受當時的心情或當時的狀態 另外也可以按壓太陽穴 因為有時候媽媽緊張起來的時候 真的會容易頭痛 我們也可以按壓太陽穴 另外如果是容易睡不著覺 剛才說過 也可以按壓耳後的凹穴位 這個位置就叫做偽穴穴 按壓的時候 有一點脹脹的感覺就適合 這個也可以作為臨分前的睡眠儀式 可以令你放鬆、減少頭痛 和舒緩你的壓力 另外有時候媽媽都可能有很多煩惱的情緒 可能屈滿著胸也都脹痛不舒服的話 我們可以介紹大家 按壓胸前一個穴位叫做彈中穴 在兩邊胸的正前面 我們胸的乳房的高度 連一個直線中間點就是彈中穴 可以輕輕按壓兩至三分鐘 直至你那個魏夢的感覺消失了 或者張胸的感覺消失 這個也是很適合的 那除此之外 有時候可能覺得心貴了 有緊張的情緒 覺得心勃勃跳了 可能出一個心血虛的媽媽 就容易出現這種矜疇的症狀 可以按壓手滑紋 拍三隻手指 正宗的穴位 內關穴 按下去 珊瑪你會覺得怎樣? 你給點力按吧 有少少冤 感覺 有少少冤 張 感覺就對了 這個穴位一開始 除了是空悶 心跳的時候 或是不舒服 想吐的情況 也可以按壓內關穴 另外有一個神緩穴 可以幫助你放鬆 靈心安慎 在手的外側 掌環環 外側的凹痕位置 可以輕輕按壓兩至三分鐘 這個穴位可以令緊張 或是剛才說的心跳的感覺 得以舒緩 可能睡覺之前也很適合按壓穴位 其實也很方便 因為穴位都是微深 太陽穴 有手的位置 都是容易簡單找到的 另外最後也介紹一個幫助媽媽 在這段特別的產育期間按壓穴位 我們可以試試按壓腳內側 我們有一個三陰膠的穴位 都適合的 我們可以用腳內側的腳果 上面拍四隻手指 我們就會找到穴位 我們可以輕輕按壓穴位 這個穴位也是比較酸脹的感覺 如果產後媽媽 可能月經還未恢復 和子宮還未恢復的時候 按壓穴位都可以幫助我們調經 適合產後媽媽去調理 亦可以幫助控制和穩定身體的荷爾蒙變化 明白 即是頭也有 手也有 腳也有 腳的位置都可以 沒錯 同時如果家裏有少許按摩油 都是適合的 我會推介大家 都是一個放鬆的油 大家可以用佛手筋 橙花油 甚至是玫瑰花油 還有芬衣草油 這些都是花類或芳香類的香薰 或油 都可以幫助舒緩我們的情緒 嗯 配合香薰油的話 個人更加可以放鬆 沒錯 沒錯 很推薦產後媽媽去試用 嗯 剛才何醫師 你也有介紹了一些花茶 一些月位 其實還有沒有一些 給產後的婦女一些小貼士 或者是預防 可能我快要生產了 需要了 有沒有一些 預防產後抑鬱的提示 是 沒錯 很多時候 原來媽媽 可能都沒有預計到 原來自己生產之後 情緒變化這麼大 我都會建議 可以看我們這個節目 可以知道 預防怎樣 預防抑鬱 另外第二件事 要跟家人有良好的溝通 如果得到家人的支持的話 我相信這個情緒可以得到很大的幫助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大家也不要太過關注自己的身材 其實我們最緊要 調理好身體和放鬆情緒 身體復原是必然的事 還有一點就是一個身份的轉變 很多時候大家未必好 立即接受到自己可能變成一位媽媽 也要照顧一個新生兒 可能這件事 也是一個轉換的階段 必經的階段 大家要接納 去認知 會比較好 最後來說 如果真的萬一 有其他可能 不是那麼簡單 我覺得這個情況 都持續了一段時間 也都是影響了我的生活 最明顯就是 對你本身原來感興趣的事 都不再感興趣了 甚至是 如果是日常的生活 都受到打擾的時候 就建議除了是自己舒緩之外 其實都要去求醫 這兩集都很感謝何醫師 都講解了 讓大家知道什麼是產效抑鬱 有什麼症狀 也有什麼治療方法 再次多謝何醫師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或者有什麼題目都想聽的話 都可以告訴我們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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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